白鶴鬥太極一代宗師病逝 告別武林的就是這位白鶴派第二代傳人 一講到他不得不提50年代 與太極派宗師吳恭儀一場世紀決戰 50年代是這樣的 自然當年37歲的陳克夫頂不上吳恭儀 經常說由北到南未逢敵手 於是由暴漿口水箭升級到簽生死狀 在澳門擺擂台 不是播錯片是提一提女 別想像看電影那麼厲害 現在看當然覺得 還差過爛仔膠 這些叫 失禮死人嗎 我絕對認同好像亂打那樣 他們是沒有實際的火力建議 他們所有權術 是普通的權術 是可以教你好好 但真的打他們 他們未必成為運用 不是渣流灘的 兩個人在第二回合 打出真火流血 結果裁判說他們起腳犯規 宣布不勝、不負、不和 長比猛不單止為當時石劍美大火災民 籌到27萬善款 報章興起武俠小說熱潮 講回陳克夫 在澳洲美加都有開館授討 傳到第七代 藝人郭秀雲曾經拜他為師 三個月前探過他 怎知上個月因為急性腎癌 在澳門逝世 享年96歲